司马良 这是一代妖后贾南风的高光时刻 仅用一招就除掉了八王之乱中的两王 司马家一群男人被贾南风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在固有印象中贾南风除了丑别无他用 而历史上的贾南风却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女人 才当了一年皇后的他就展现出高超的权谋水平 利用司马家宗室和外戚之间的矛盾 轻松除掉了权倾朝野的杨俊 使得权力重新回归司马家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当前的现状 只有除掉司马家掌权的宗室他才能独揽朝政 为此他特地谋划了一处离剑戟 利用楚王司马伟和汝南王司马亮之间的矛盾来作为突破口 先让掌权的司马亮下诏让司马伟回归封地 司马伟一听就不干了 没有我 他司马亮躲在许昌不敢露面 叫他讨伐杨俊 他害怕 是我挺身而出 夺回了司马市的江山 司马伟在讨伐杨俊时功劳敌 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胆小怕事的司马亮窜去 如今还要削弱他的实力 作为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五个儿子 也是晋慧帝司马中的弟弟 他怎能忍受这种屈辱 年轻气盛有勇无谋的他就此被激怒要和司马亮讨要说法 眼见晋谋得逞的贾南风欣喜若狂 为此他特地找到痴呆的晋慧帝司马中 利用自己的威严恐吓起来 陛下好自在 可知这皇位坐不稳了 并趁机诬告司马亮和魏冠谋反 要他写下诏书让楚王司马伟将其逮捕 司马中傻傻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幼居于贾南风的威丫只能如实写下诏书 这写就是了 楚王司马伟在接到诏书之后底气更左 年轻气盛的他为了泄愤 丝毫没有考虑此事带来的后果 直接带兵包围了汝南王司马亮和魏冠的府邸 影响中国历史的八王之乱就此开始 司马亮由于没有防备 还没来得及抵抗他的儿子司马举库吃一刀就被解决 司马亮也被当场俘虏不久之后也被杀害 与此同时 一生忠于晋朝的魏冠也被杀害 子孙中有九人遭此毒手 这个魏冠号称三国名将终结者 将为忠会邓爱的死都和他息息相关 一夜之间两名载辅大臣死于非命 而且都是楚王司马伟所为 大臣们对此都震惊不已 如此行为不亚于谋反作乱 都纷纷谴责这一做法 要皇帝司马中给一个交代 殊不知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是贾南风 而善于布局的贾南风怎能错过这个机会 将计就计顺水推舟让皇帝司马中下诏 蜀罗司马伟的恶行 并下令将他斩了以平息众怒 贾南风就此一剑双雕除掉了司马家 掌握兵权的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伟 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 八王中还剩下六人 获胜的贾南风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 开始安排自己的家人贾密 以及郭章等人进入核心权力 由此形成了贾国专权的局面 很多有识之士都加入了这一阵营 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 号称贾密二十四友 其中陆迅的孙子陆基陆云 以及洛阳纸贵的左司 大帅哥潘安以及后世名将刘坤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一阶段是西晋文学的黄金时期 也是第一次八王之乱 和第二次八王之乱的和平期 贾南风在此期间专权了近十年 挡在他面前的也只剩下太子司马玉儿